昨天是七夕情人節 不少人會到月老廟求姻緣 就連海外的民眾也都搶著要月老 邦遷紅線 日本就一名50歲的男子 跨海血信到台南的月老廟 請求神明幫幫忙 那廟方收到後呢 也表示 已經將信件放在了供桌上 並幫忙禀告月下老人 信封上貼著日本郵票 收監對象還不是一般的人物 而是月下老人 看來神明月老 不只是台灣民間信仰 神話甚至行到國外 廟方收到信件疑惑了一下 因為這信來自日本 還著名吉劍 打開信封內容 更是誠意十足 出生日期 居住地址 祈求世上字跡都很工整 就怕月老看不懂 不只寫了日文 還順帶附上中文版本 最後貼上彩色個人照片 另類履歷 只為了月老能夠幫忙牽紅線 這是日本寄來的 對 日本寄來的 可能是真的極了 短期內願望沒實現 五十歲日本籍男子 每兩週就寄一次信 和月老保持聯繫 而台南這處月老廟 看貢桌就知道信眾滿滿 海外求姻緣的信 更是收不完 八月份巧遇農曆七夕情人節 這一封封的信件攸關終身大事 廟方通通摊開來放在貢桌上 並幫忙禀告 就判月下老人幫幫忙找到合適對象 記者黃富奇壇報導